歡迎來自我黨霹靂州主席 YB魏可敏同志也是霹靂州最受歡迎的這位男領袖 不是男歌手是男領袖 有請 多謝我們的大會司儀 宜保的宿伯兄弟兄弟姐妹 Salaam Bersi Wannakam 大家問上空 好 今晚又說半夜長 又是最後一個 全部好東西被人家說了 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講些新鮮的給大家聽 昨天我們馬來西亞的總理 他的名字叫勒吉比 不是那個雞腿的比 他是垃圾雞來的 那隻雞就說馬來西亞現在出名 所以打算用政府的女 用你老爸的錢 就拍電影 希望三年裡面就拿到奧斯加獎 事實上馬來西亞現在都不用拍電影 現在的宜保人都沒有看DVB 都不用看新加坡的Media Corp 我們在泰國鎮那班人做戲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們現在的戲還不夠好看 是不是 馬來西亞現在全世界都出名了 如果他喜歡拍電影 事實上很簡單 拍什麼戲呢 拍那個好像台灣那個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換一換 那些年我們一起A的26億 好像我們那個副首相 昨天就是在說 那個副首相現在的名字 叫阿嬤渣屎 阿嬤渣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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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什麼 渣屎渣屎 渣屎我就不知道 他渣屎就一流 他說 手相那個老婆 那個身材 435 435 435 那個 他說那個是 愚昧的女人 完美的女人 凌缺獎 zero defect 那個女人 我就知道了 this is a perfect woman with a perfect hairstyle 所以他整個 Professor 120000 你們說很貴 四十回國 你們看 其自己個人 證明 第一部就 Congo ца 第一部就拍《完美女人羅斯瑪》 你們別笑,我下個禮拜去法庭見她 羅斯瑪在馬來西亞有十千多萬男人 她只看中三個 第一個公政黨的Rafizzi 第二個頭髮白白的火箭黨的潘展維 第三個我不知道不幸運 就幸運,又被她看照 所以現在馬來西亞有三個人 又被首相和老婆看照 第一個是Rafizzi 第二個噴展會 第三個是小弟站在這裏 下次我吃咖啡飯,你記得來探訪我 你不要笑得這麼開心 你們的快樂是建築在我的痛苦之上 兄弟姐妹 我們馬來西亞 我為何說現在出名呢? 你看,這個禮拜馬來西亞發生什麼最大的事 最大的事就是IACC 不是MACC 因為我們的MACC已經私了 做不到事的 前面有人說 貪污委員會 現在好像是貪污委員會一樣 是不是? 那隻沒有阿老虎,沒有什麼看頭的 所以馬來西亞政府 那個人急比 就想著打廣告 讓全世界人知道他有多厲害 有多廉潔 所以就用我們阿公的女兒 就請了全世界一百三十個國家的代表 在Pudra Jaya 那個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就開一個世界反貪污大會 嘩,多有面子啊,知道好不好 Times 原本就是大會主席 就是我們國家的領袖 急比 但是他無端端收了別人2000億 內扫貸 如剛剛偉天瞳 Palmer說的 人家叫他 是下下沙底的袋 他拿著春袋 不知道現在被人家拿著春袋 而 Micro push 所以他不敢出席 不敢出席 全世界反貪污的傭スト 哪裡有貪放過你呢? 所以有一个主席 叫全世界国际透明组织的主席 他的名字叫George August 那个拐楼不是普通的拐楼 那个人是告白 南美洲毕露的总检察长 当年他做总检察长 就是他把当时的巫统贪污的总统Fujimori 抓起来 告上庭 抓进监牢里面 所以这样的人来到马来西亚 他就大大声跟拿捷说 你了26亿 你可以骗马来西亚的人说 这个是big donation but I won't believe you this is a big donation I believe this is grand corruption this is not big donation this is grand corruption 不是我说的 是那个Ugas说的 马大又不敢拉他 敢拉没有 不拉的 特意就拉我们这样的 对不对 穿上衣服的 底裤穿外面的 就拉咯 真正应该的 他说到这么大声 台上说 没有人敢动他 所以啊 我们旧别的这个部长 Dansri Rafita Adjiz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女人 对不对 他说马大 整个部长里面 很多食屎 扒饭的 但是有一个部长 懂得做事的 就是Rafita Adjiz 都算不错的 坦白说 我们说说话 要公斗的 马哈迪的内阁里面 没有什么人才 收很多废财 也有很多木材 但是还有一个人才 那个人才 就是Rafita Adjiz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礼拜 他打开报纸 他说 养无何人 无税罪人 他说什么 他说这几天打开报纸看 This is this week It's our national shame 郭震的部长自己都说 他看到我们的首相 好像缩头乌龟那样 做人不知人 海南人说 男不得男鬼 不得鬼 他都人无何人 他说这个是国词来的 这个是国词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人 要学识全词 就要做什么 不是叫阿执哥落台 阿执哥落台 改不了 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你换哪个巫统的首相 下上去 加上一样的政策 下上一样的制度 这个国家一样无得教的 现在我们国家不是换首相 现在我们的国家 在旧马来西亚 只有一条路走 不是换首相 是换政府 你不要换政府 换首相是没鬼用的 是不是 你现在就算了 接下台 你叫那个美亚丁 美亚丁 梅亚丁 那个现在变了棺材丁 你叫他上去 他又跟上一样的政策 一样的死 如果梅亚丁没有做 谁做 现在这个阿摩测史 阿摩测史上去 那条水 你看全世界人都笑了 是不是 所以你换谁是没用的 我们马来西亚现在爱的就是重新洗牌 马来西亚要有救 政府做不好 我们换人做 这就是民主国家 人民当家 政府做不好 换人做 所以今天马来西亚的政府做得好不好 我不用多说 第一我告诉大家 马来西亚已经很激感 破产的边缘 我们看澳洲国家 西亚已经是一个破产国家 西亚为什么破产 因为四个原因 西亚破产第一个 是因为它的国家有养太多的公务员 国家人口少少 全部打开门都是政府工的 全部吃王粮的 走有36 五走有36 但是有人民要养这班 食食饿饭的 所以国家很辛苦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为什么西亚会破产 因为 对不对 因为它的国家的债务欠太多 国家小小 西亚欠多少钱 欠了四千五百九十一亿 你没想到四千几亿很多 马来西亚现在占人家 七千四百亿 还多过西亚 你说死不死 第三 为什么我说死 西亚因为它的人民 天天就喜欢晒太阳 穿着戴富三点色 洋装就跑去晒太阳 所以天天有度假 不爱做工 生产力也低了 生产力低 收入就是低 但是又要享受 又要富力 马来西亚的生产力高吗 天天哈里哈里 政府 dro 我们就叫他Satu Malaysia 他就跟我们Sapu Malaysia 你说,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齐 你说,公务员多 马来西亚公务员不多 马来西亚国家需要少人口 公务员160万 如果加上人口比例来算 According to the people's ratio 我们是全世界最多公务员的国家 一百六十万 做工的人只是千多万 千二万 养工务员都一百六十万 我去国会民一年出粮 今年出粮六百五十多亿 大哥,六百五十多亿 你天天帮我出粮 有增加,没减少的 没减少的 你说这样拖下去,能顶多久? 你说生产力低,不用说了 你说国家欠人家的钱多 不多的吗? 很多了,是不是? 第四点 知道了,为何价格? 它最重要的又是 政府里面 首相也好,总理也好 是不是? 就贪污腐败 你说他们贪污,他们贪得不是很多 吃几千文而已 都要算很严重,搞到国家价格了 马来西亚现在这个拿吉比 不是,不要说鸡腿,鸡毛都吃光 是不是? 这不是二十六亿而已 你说二十六亿是你看报纸而已 还有两宗大宗的,你不知道的了 另外一宗,他今天不敢说的 SRC International 那个1MDB的子公司 又开了一宗车,进去私人扶口 四千二百万 四千二百万 还有一宗香港的 那个暗罗的契鲁人 马爹的春信 已经找到香港报案 ICAC报案 有一宗,11亿五千文 这个报纸不登的 因为大家都看到,哇,二十六亿很多 还有啊 马爹说什么? 路马什么都不懂 他计数很厉害 所以我们叫他千王之王,罗四海 路马是千王之王 吃到九十岁 吃得夜粥多过我吃的饭 你就知道了 路马说 我帮你计数计到你 你的1MDB 是不是? 资产一百五十亿 欠人家四百多亿 那个二百多亿 怎么计算? 是不是全部走到你扶口里面去? 到今时今日,他说不出来 阿芝哥一条水都说不出来 所以又把我们的名字叫1MDB 1MDB 但现在又有新的名字 1MDB 1MDB 还有一个名字 因为这个26亿 入了他的袋 1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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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得好笑的 现在是火烧 火烧 火烧 火烧眼眉 我们马来西亚已经是火烧眼眉 今天有一餐有得吃 下一餐不知道有没有得吃 我和大家先说 如果没有换政府 是这样的 你看 如果 刚才我说的 斯拉那四条破产的因素 我们全部有齐 人家的国家 他后面还有神主牌 还顶得住 为什么? 因为斯拉就是欧英处 他用的是Euro 欧英后面还有英国 还有法国 还有德国 还有三个大佬招住他 是吧? 怎样都不让他招 德国还拿钱去教他 我们马来西亚 你等下代那个弟弟 新加坡来教我们啊? 新加坡的部长 林水三 昨天都真正在笑我们 是吧? 你又看到没有? 梦想看到没有? 新加坡的能力部长 林瑞森 昨天大大声说 还好我今天在这边 是新加坡人 850年前 把我带来新加坡 但不是马来西亚人 欣 在乔摆生吧? 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开坡的 可以吗 这是一 Français 你們港府人都不懂福建話 幸好,我爸爸走得快 走得快就好世界 你看看對面的馬來西亞人多可憐 現在我們一元換他三元 幸好我不是馬來西亞人 很多人流星加坡這個部長 看我們不起,你很麻煩嗎? 你星加坡很厲害嗎? 你不要扭人家,拿鏡子自己照一下 我們應該覺得沒有? 我們應該覺得很慚愧 因為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是誰給國鎮做政府五十八年 這裡有很多宿泊兄弟 之前要投票給國鎮舉手 你沒有笑? 我看到你,我就知道你 心裡,現在是不投了 之前沒有投給貓 我們呀,我十八歲出來搞政治 我都說了 沒有被偷罵的 各鎮可以相信豬腦會上市 你們不相信嗎? 那時候我們也輸到一條街 是不是? 所以現在怎麼樣? 種什麼英,得什麼果 種番薯不會出榴槤的 種木瓜不會出黃泥的 你選的嘛 是不是? 之前你沒有投給馬爹,我就不相信了 現在怎麼樣? 你今天那時候的馬來西亞 不是阿芝哥一個人造成的 是整個武統國鎮政府五十八年來 這樣慢慢慢慢走,走水,走水,走水 走到大家沒有水了 現在就,為什麼沒有水? 一會兒就自己散水了 是不是? 沒得說的嘛 選哪個選國鎮的,全部都有責任的 你不投給他,他可以做政府嗎? 你不投給他 我看,這陣子 說什麼黃家泉 這樣的部長 還有很多華社的民人幫他登報紙 恭喜他 我們的良知在哪裡,我都不知道了 國家都水生火熱了 人民都這麼辛苦了 如果有錢的話 他們說,堂籠捐給我們山彩華僑建校 當保子河賣華友 不是嗎? 學童啊 你不要說,山彩華僑董事長今晚坐在這裡 學童捐款多辛苦 你看,Mr. Lee,頭髮白色 難知都沒有這麼多白頭髮 還說,學童啊 每天照你堂籠捐类 不止學童沒有类 現在你看,昨天的中國報告看到有沒有 以報的學童 山德也好 聖母也好 連水電費都沒有錢交啊 不是我說的 你不知嗎? 你自己的宅母鄉三德 聖母讀書嗎? 山德一個月電費一萬六千塊 校長社,堂籠沒有錢交 社會人士捐錢交電費 交水費 朋友,我們國家真的沒有雷嗎? 不是沒有雷 我們國家大把雷 但是給他們這群人 這群人 這群奸 繳了 所以讓我們沒有錢 所以我們現在就換政府 選藝可民出來做總監察長 全部幫你清算他們 拿回來的女兒 給人民 好不好? 我們政府不再做多 叫Income Tax 叫老馬公去扶口 叫阿芝國二十六億 給25%Income Tax 我們就豬蓉入水 是吧? 這群人不是沒有雷 阿芝國測試 他們 馬來西亞的問題 你說二十六億 你知道二十六億是多少雷? 很多人沒有什麼 什麼叫二十六億? 一輩子都沒有看過 今年現在七月了 原來是拐文官 拐文開門 大家有燒很多紙 那個就幾億幾億這樣燒 但是下面呢 一碗麵多少 我不知道 可能一碗麵是二十六億 所以你燒多少 你不知道 但是我們這裡我就知道 如果我們說二十六億 你一天 聽好你 一天你拿十千元 來來口福這裏 一天有十千 你可以拐多少年 只可以拐二十六億呢? 我幫你計算了 你可以站住這道門口 可以站在七八十二年 只可以拐二十六億 如果你說 我錢多 過頭 我會在ADM那裏 RHP Bank也好 你在那裏 RATM一天 最多拿多少 五千元 你沒那麼多 你也不知道 五千元一天 maximum withdrawal 是吧? 你借人六億 你記得 拿你的床 放在那裏 一天 五千元 你住那裏 一千四百二十四年 今年是2015年 你在那裏 回到公園 三千五百二十九年 你只拿到 二十六億出來 你知道 二十六億有多少 你看 你有坐飛機嗎? 不要打飛機 坐飛機 坐飛機 每個人都有坐 Now everyone can fly 那個Air Azure 是吧? Toni Fernandez的石頭 大家都知道 有雷 有唱片公司 有Queens Park Ranger 踢波 什麼都會有 由F1來搞 他有多少 他有多少 很多人問 我幫他計算 他有多少堂飛機 給銀行 剩下整副身家 Toni Fernandez 整副身家 二十億 如果捐給阿接哥 還欠阿接哥六億 還可以入bankruptcy 所以現在你知道 二十六億是多少 但是現在我們問他 那些筆錢怎麼來 他說 This is donation 你相信沒有? 這就是港府人說的 扼鬼吃豆腐 嗯 你是不是誰相信? 有 很多人相信 馬華國班 是呀 是呀 你不是呀 通話窗說 是呀 趙偉拳說 因為那些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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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家就捐給他 是吧 捐給他做什麼 但是很奇怪 我們馬來西亞 如果 你九百之前 蘇南俄州有一個 巫統的州務大臣 他的名字叫達都哈倫 頭髮白白的 就認識誰叫達都哈倫伊利斯 總請得雪州大臣 這個是馬來西亞 第一個坐牢的 Mantribasar 這個人呢 九百為什麼坐牢 他就收人家 二十五萬一 聽好你呀 二十五萬 收二十五萬 坐牢 法庭說 你到底不殺了 誰判的 我們比拉州之前的蘇丹 奧馬昂蘇丹 阿倫山 我們的蘇丹做大法官的時候 就判他 哈倫伊利斯 guilty of charge 12 years imprisonment 坐十二年間 收二十五萬 坐十二年 阿捷哥收二十六億 我剛才馬上計算了 我坐十二萬八千年 留得我一首歌 留得我一首歌 愛你一萬年 是不是 這個我坐十二萬年 十二萬八千年 厲害嗎 所以 你問 這個不會下台嗎 不會下台 你打死他 他也不會下台 他想到現在 哇 洗迷屁股 去蘇丹布魯 那個新開的酒店 還可以住 安娃伊brahim旁邊 他想到他都害怕了 安娃最多坐三年 被人冤枉他坐三年 現在已經坐了二百天 還有兩年多 就哭哭哭哭出來 是不是 出來又是一條英雄好漢 阿捷哥進去坐十二萬八千年 啊 到時馬來西亞還有 我都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現在這麼多環境危機 所以阿捷哥不會下台 他怎麼不下台 讓你問我 這樣他不下台怎麼辦 我們馬幣會重新 股市會重新 我跟你說 現在馬來西亞 The problem faced by us is not only financial deficit What we have is trust deficit When the government lost trust on the people that's the end of it When the people the leader lost integrity then you lost everything 這個就是我們馬來西亞政府 現在 現在不是說財政斥子 現在是信心斥子 信心斥子 全世界的投資者 對阿捷哥拿吉比 沒有信心 這個八月裡面 馬來西亞搬走的錢 147億 是全部都走了 所以現在 連人每個人搬錢走 沒有人搬錢走 我們的經濟就好像內出血 Internal bleeding 天天流血 OK啦 你捐血 好英雄好汗 一天捐一包 看看你死不死 是不是 你三個月捐一包 不死的 增加新陳代謝 對健康有益 叫你天天捐一包 Mr. Lee說我都上天堂了 對不對 一樣的 人和經濟是一樣的 你沒有新的Fresh Fund Come in 天天幫出去 幫得多久 是不是 現在不是我們搬 整個武統都知道他們在下台 搬得更厲害 黑錢、白錢、髒錢、乾淨錢 全部搬 所以馬來西亞 如果你的馬幣會跌到多少 我只跟你說 他的答案就是 如果阿哲哥不下台 谷鎮不下台 我們的馬幣對美金就是 P.O.A. Price on Application 我可能會說 什麼叫Price on Application 簡單一點 巴塞裡邊說的話就是 答 沒有限制 沒有最低 只有更低 現在4塊3 會不會4塊半 我說會 會不會4塊8 我說會 一天阿哲哥不下台 我們的錢就不能上 要錢上 只有一條方法 讓國政倒台 國政不倒 人民吃草 改草換代 告別腐敗 因為你都看到了 馬來西亞現在 我們什麼不多 部長多 真的 我查了 澳洲有16個部長 日本有人口 他們的國家 有1億2千萬的人口 他的部長20個 美國 奧巴馬的部長 二十幾個 人家4億的人口 二十幾個 馬來西亞 國家少少 人口少少 西西國家 人口少少 我們的部長 是全世界第一的 我們有37個部長 還有32個副部長 我們一個首相署 一個首相署 一個部門 一個部長 是全世界通行的道理 可是在馬來西亞 這個道理不能 我們馬來西亞 一個首相署 十二個部長 可以在多個租小隊 如果這個十二個部長 他踢球 都不會輸零比成十 是吧? 一個部門 十二個部長 你問那個部長 你做什麼工? 他不知 他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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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問題就是 我們的部長 如果請這麼多人回來 有做工嗎?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們部長說 不只是剩一條 是剩很多條 我們的反烏地方政府部長 達到阿布朗拉曼達哈蘭 人家問他 為何你捐錢 港26億捐給毛統 你的錢 不是入毛統的庫口 你入手上個人的庫口 部長說什麼? 他會說 他會說 我們這筆錢 只剩下私人的庫口 比黨會的庫口 安全很多 是啊 不是我說的 部長說的 第二個 你問他 如果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你不叫首相 停職調查? 全世界都一樣 是吧? Dickleaf Bending Investigation 是吧? 他說不可以 如果每個人拿了26億 我就換首相 那人這樣 那支走了 我來馬來西亞就找不到首相了 又是我們部長說的 不知道他一個 你知道我們的教育部長有沒有? It is you so 他說馬來西亞 事實上大家 沒有送你的斗記去新加坡 其他地方讀書 馬來西亞的英文水準 比新加坡更加高的 是啊 不是我說的 部長說的 另外那個 國際工商貿易部長 Mustafa Muhammad 他說馬來西亞的車 我們只生產一種車 名字叫做笨蛋傻瓜 Proton Saka 我們的車的quality 我們的國產車品質 比德國法蘭克福生產的 BMW更好 現在的人 什麼話都說得出 什麼事都做得出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我就跟大家說了 這個說回歷史 我結束之前 說回歷史 和一個故事 歷史說什麼? 華人 全中國 中國 古代王朝 最輝煌的時候 就是唐朝的唐太宗 唐太宗 有一個叫做爭官之治 什麼叫爭官之治呢? 就是唐朝最輝煌的時候 可以感到國民安居樂業 路不適宜 門不避護 就是說你的錢 掉在地上 人家適到 都會拿去警察局還給你 沒有人要你的錢 因為大家都安居樂業 大家都吃得飽 穿得暖 沒有人要偷 門不避護 晚上睡覺 不用關門 不用關門的 你去衣保試一下 今晚回家沒有關門 明天就這樣起來 大夫就脫頭了 是不是? 不是啊 當年的唐朝 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門不避護 路不避 所以唐朝的爭官之治 是中國2400年 封建王朝 最輝煌 最令人景仰的時代 唐太宗 有一次上朝的時候 文武百官就請教他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請問皇上 我們國家這麼強盛 你用人有什麼秘訣? 唐太宗說 用人沒有什麼秘訣 什麼人可以用 什麼人不可以用 只有很簡單的道理 第一種可以用的人 就是有德又有才 什麼叫有德又有才 所以這個人有才華 又有誠信 講好奇 有道德 有誠意 這樣的人可以用 有才又有德 第二種可以用的 是有德 無才 他不厲害 他沒有什麼才華 但是他忠心耿耿 他不會鼓里鼓完 不會鼓完 不會吃你爬外 不會走以無宅 這種人是沒有什麼才華 但是他忠心這種人可以用 有德無才 第三種不可以用的 就是第三種 無德又無才 這種就不可以用 但是比無德又無才 更下流的 更不入流的是什麼人呢 唐太宗就教我們一句成語 我們這句成語就叫做寡連仙齒 什麼叫寡連仙齒呢 就是這個人厚言無恥到一個地步 他根本不知道羞恥 就好像孟子說 人之意於禽獸 幾昔也 孟子說 人跟禽獸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人跟禽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人有道德 懂得羞恥 動物不懂得羞恥 所以母狗跟公狗可以在街上做愛 人要做愛要躲在房間裡面 這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人之意 我講歹道理 你叫聽到什麼 我現在講的是治國大道理 你叫男主的走歪 說笑的 所以唐太宗說 人最不能用的 就是這種寡連仙齒的人 無論是治國 無論是你的公司 或者是任何的組織 你是老闆也好 你是董事長也好 你要看好來 如果那個人是寡連仙齒的 你第一個把他趕進水溝裡面 絕對永不入用 今天馬來西亞 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 國家領導人 就是這種寡連仙齒的人 一種不懂羞恥 什麼話都敢講 什麼事都敢做 他只是認為他最聰明 全國人民都是笨 58年來 因為就是有很多漁民 順民 逆來順受 怎樣都會投給國鎮 怎樣都會被嚇 會被騙 所以你信他一程 他送你一程 十個國鎮九個騙 還有一個在訓練 十個馬華九個騙 還有一個拍A騙 所以各位 你如果不要再騙 人家說 如果給人家騙一次是所在 騙兩次是笨蛋 騙三次是百次 如果給國鎮從1957年 騙到2018年 你不是百次 你是百次中的百次 所以各位 我們要自救 馬來西亞是有希望的國家 我們跟新加坡比 我們是一個好的國家 只是我們有一個爛的政府 我們不用移民 不要說 有錢的用鈔票換國家 沒錢的用選票換政府 不用做這一套 你移民去哪裡 我有很多同學都移民到澳洲 紐西蘭 現在也乖乖的回來 因為你去到哪裡 你永遠都是二等公民 你不是那個國家的人 只有馬來西亞 是我們的家 這個是我們的家 我們就把家門不信 國門不信 就把造成這些 罪孽的人 把他趕出家門 讓國政成為萬年反對黨 好不好 好 就以這幾句話 謝謝大家 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